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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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永梅唱给你听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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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叶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白毛山花了满石 他在村中笑 白岛山花了满石 他在村中笑 风雨送春归 飞雪应春到 一时春鸭白上碧 悠悠火之桥 悠悠火之桥 小夜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带到山花了满石 他在村中笑 小夜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答 到山花了满石 他在匆匆相待 到山花了满石 小夜不争春 他在村中笑 他在村中笑 小夜不争春 小夜不争春 李生素老师 大家非常熟悉 中国国家京剧院 国家一级演员 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但是我身边的 这个小伙子 王洪祥 我第一次看见洪祥 是在欢乐中国人 是的 和他爸爸一块来的 爸爸也爱唱京剧 从小是在加拿大长大 对的 爸爸号称温哥华李玉刚 然后我觉得你现在 已经超过爸爸了 因为你有一个 特别了不起的老师 李生素老师 现在好像 对你的这个京剧的演唱 京割的演唱 给予了很多的指导 对吧 是的 听说你特别崇拜李老师 是的 因为呢 我从小呢 三岁的时候 我就接触到了京剧 然后呢 后面呢 我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呢 我就听到了一首梨花颂 对 后来呢 我就慢慢感觉 哎 京剧怎么这么美 然后慢慢听 听听听 然后一听到李生素老师 都说 哎 这个 这个老师怎么唱歌这么大气啊 然后呢 哇 这么会形容 然后后面呢 我当时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第一次参加节目的时候 我呢 有幸呢 能和李生素老师一起合唱《梨花颂》 然后呢 他还对我之语教导 我第一眼看见他 你看他的眼睛就非常的干净 非常纯 我们俩唱《梨花颂》的时候 跟他说的一些个细节 他马上就能学会 比如说我们那个京剧里有很多的这个上口字 《春入泥》 《入》 不能念《入》 念《日》 《日》 《日》 所以他一说这个他马上就能学会 所以我们展示一下《春入泥》 《春入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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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人才当中里面 那个天才奇才 没有没有 他真是不得了 我是真是感受到 也是可能在海外的朋友 尤其是华人 对子女的教育 就更注重那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 这点特别好 实际 至于你这个年龄 可能会对经济艺术的理解 并并那么深刻 但是他有他对经济艺术理解的 他的认识 这就是传承 他认为心中的这种美 他用这种京剧腔调 而去体现出他自身的感受的时候 他就很特别 小小的年龄你就有这种尝试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真是希望你能够把你的这个爱好 和你的学习继续下去 谢谢老师 今年过年在哪过的 在加拿大过的 那我们这个节目过年的时候播出 你看了吗 我看过这个节目 我非常喜欢一首 唐维维维老师的莫美 我来一段吧 来一段 来一段 好 谢谢 我看完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多朵花开的梦痕 不要人坏有色号 只有青青满千本 莫加西烟枝头树 多朵花开的梦痕 不要人怀眼色好 只有轻轻买千块 谢谢 谢谢 掌声送给王红翔 哇 真的 好像谭薇薇当时 不是完全是这样的一个唱话 尤其前面那个 带着戏曲元素的那一段 你是不是做了一些 自己的创作和改编 我有可能就是戏曲 我也有可能 故意加重了一个 我以前常常说一句话 就是有什么样的偶像 就有什么样的粉丝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真的就是展现出来了 刚刚洪翔说 特别喜欢李老师 觉得李老师一看 就是很大气 你挑对了偶像 你本身也会成为一个很大气的人 谢谢老师 接下来把两位留给我们的 鉴赏团进入这首作品的 鉴赏时刻 因为我母亲也是金剧演员 我小时候 我早上起床 我第一个听到的声音 是我母亲吊嗓子 我就觉得 妈妈在家 然后常常在家里面 她在排练 或者她带我去听戏 所以我觉得这个 好像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和现在的人不一样 因为他们觉得金剧 传统的戏曲 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多样化 那李老师 您在这个教学上 一定逃离满天下 可是你在这个推广 或者创新上面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怎么样让更多人知道 其实我们在这个 继承传统的同时 也有创新的东西在里面 你比如说就今天唱的金歌 它有很多人喜欢 因为我们已经唱了很多年了 这是另外一种 传播的一种方式 让更多的年轻人 从喜欢金歌开始 他能够走进剧场 去看一场新剧 我觉得不见得 非得让他去学会 让他学会去欣赏 这就够了 毛泽东写这个词的时候 前面是写了一句话 相当于一个小序 他说读这个路由的永梅 它是反其而用之 路由写那个梅花的时候 是什么呢 什么意外断桥边 寂寞开无主 以示黄昏独自愁 更着风和雨 一句话 驿站旁边有个断桥 断墙旁边有他这个梅花 他这个梅花在风雨当中 很孤独 很寂寞 没人搭理 没人喜欢 但他自己还表白心智说 我看不上跟你们争春 然后他说他自己 凌落成泥 碾坐成 只有香如故 你就把我这梅花 碾成泥土 压碎了 我也比你们香 那毛泽东跟他就不一样 最严酷处 最绽放 这个最严酷处 最芬芳 最严酷处 最丰谷 有风雨 有飞雪 有悬崖百丈兵 最困难处 有有花之鞘 可是我这个花是干什么的呢 我不争春 但是我会告诉你 春天什么时候来 换言之 按当时的形式来解说 就是我会告诉 广大的人民群众 什么时候 祖国的春天会来到 什么时候才能渡过难关 到了我们共同享受 我们的成果的时候 他在从中笑 他在从中笑什么道理呢 是我和大家 我们和大家 一起分享着 演员的春光 所以这个胸怀就不一样 什么是梅花的精神 一句话 梅花香自苦寒来 欲是遭受挫折 欲是要向上奋发 欲是遭受挫折 欲是要傲双斗雪 绽放属于自己的方向 两首诗词是 这个原调原题 一个是小情怀 一个是大情怀 也赋予了我们音乐创作 不同的空间 我觉得恰恰也是 经济玉术的这种 独特的音乐语言 而填补了这种空间 而使得 永远这首词 更有价值 小红翔可能现在 老师们说的话 对你来说 可能有点困难 但是 如果这首词 能够在你心里 种下一个种子 然后在你长大的时候 不管你在国外 或者是你回来了 遇到什么挫折 你能够想起 这首诗 这首词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那个时候 老师们说的是这个意思 那你唱这首歌 就有很多意义了 谢谢两位 谢谢 感谢我们的经典传唱人 请您在我们的经典名册上签名 中国人最爱梅花的高洁和坚韧 不论深处和地 都应该像梅花一样 风骨高洁 铭寒绽放 我是经典传唱人李胜素 王洪祥 请打开微信摇一摇 我们把永梅唱给你听 好吗? 好吗?